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区内有队友包抄 看看这次横传 感觉他这一门心思都用在如何发力上了 是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射门偏的离谱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本来啊 是很有威胁的进攻 结果没保护好球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精彩的远射 更精彩的扑球啊 做得不错 雷纳特杨森 转给了严森 杀到对方腹地啊 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 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啊 形势瞬息万变 球传出来了 反得东克 这次抢断时机卡得非常精准啊 张欣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在自己的禁区里 真是一高人胆大啊 压迫做得不错啊 抢到球了 吉尔罗德 利克马腾斯 很好的机会 击中衡量了 球还在场上 还有机会 这次进攻 到此为止了 他们本来有机会打破 目前场上的平衡 但很可惜 在他们的球员都完美发挥 找到一次致命的机会时 门框却站了出来 收等 机会出来了 他们率先该先比分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窝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雷纳特扬斯 双方对抗很激烈 他已经拿不住球了 立刻马腾斯 犯规了 船偏了一点 出界了 接外球 多米尼克 颜森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看这个直C球 她直接面对门将了 但最后在这场决斗中 还是门将取得了胜利 黄珊珊 以一己之力冲向进区 皮球被防止队员解围了出来 警报解除了 解围出了危险区 裁判做出了犯规判法 亚基 格鲁嫩 卢尔德拿球 真是一次救世主般的抢断啊 黄珊珊 在几方后场滑缠抢断啊 亚基 格鲁嫩 过顶挑船 雷纳特 杨斯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扑斗 给到禁区里 脚球弱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攻方这是连续获得脚球啊 不想走了 吉尔罗尔德 门将这个表现会让对手绝望的 对方上枪很激烈 他没能控住球 能追平比分吗 威杰依然还在 嗯 批球出界了 球门球 罗家慧 成功找到队友了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 进球机会来了 门家成功的结尾 对方脸上充满了失望的表情 多米尼克 颜森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啊 这脚传球穿越了防线来到了马腾斯脚下 好球 他们扳平了比分 这次是一脚挑船 越过了对方的防线 而对方的门将 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上半场比赛在裁判的哨声中落下帷幕了 一边在站 双方谁也没有能够从对方身上占到便宜 他带着球选择了往中路切 把球送出了危险地带 能把握住吗 门将把球稳稳拿住了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这球毫无难度啊 门将轻松拿下 尼克马腾斯 交给了马腾斯 多米尼克布拉德沃斯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寻找机会 成功解围 张瑞 这球脱脱的球进了 他们再一次取得了领线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少没有想 有力进攻 比赛继续 亚基格鲁嫩 好球 进了就是平局了 好样的 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失球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强制扳平比分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蹴而就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老家慧 来到了前场 把球权弄丢了 板击的好机会 防守队员回味不够及时啊 漂亮的防守 球被解围了出来 今天这场比赛 两队的准备显然非常充分 控球队方面不分胜负 就连比分上 有机会啊 他状态起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挡得住他 这步两个球轻轻松松 他们这种攻防转换的时候 打得有声有色 断球之后直接一脚长传 往往对方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他们攻破了球门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达尼尔范德东克 来到对方腹地了 有没有机会 立刻马腾斯 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 目前的比赛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5分钟 雷纳特 杨森 达尼尔范德东克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门家把球扑了出去 门家的反应速度 真的是顶级水准 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 范德东克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交给了范德东克 一个绝佳的机会 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 张鑫 王珊珊 选择一脚横传去找进区内的队友 边才举齐了 越位 到位有点可惜 跑位还是不够精准 没错 抢的球了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机会到了他脚下了 球近了 但是不算 越位了 逃离之间呢 防守方要感谢边才 明察就好 来 丹尼尔啊 范德东克 他是想要自己来吗 这次抢断时机 卡得非常精准 目前这个局面 时间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没有多少进攻的机会了 板屏的机会来了 球被门将篮下了 有机会打反击 对方都展开反击 防线还在慢悠悠的 没有到位 从他的表现来看 近两个球 似乎毫不费力啊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拨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林天特 贝伦斯泰因 利克马腾斯 对手前面所有的努力 在这样的防守面前 也都是化为乌有了 裁判起初没有终止比赛 然后还是判罚了犯规 他最好啊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小心一点啊 这一次是口头警告 下一次可就不一定了 常规时间五分钟倒计时 成功地找到了对方的防守功能 及时突破 太厉害了 又是他打进了第三个 进球上演了帽子戏法 今天他感觉是 怎么打怎么有啊 他今天上演了帽子戏法 他今天对球队的贡献 确实非常大 的确 实力悬殊的一场比赛 马上就要结束了 四合力达 斯比采 球直接飞向了门将 商庭博士出来了 两分钟 这算是非受迫性失误吧 球丢了 比赛结束了 这算是非说的 因为是更大